小朋友们排出古镇 威风凛凛 虽然个头都很小 但打起鼓来有模有样 接着电音《三太子》结合时下流行舞曲 再搭配华丽舞步 同样非常吸睛 台东一年一度的元宵节绕近活动 除了民众最熟悉的重头戏 炮炸寒丹也 今年更首办议政演演大会 邀请十组 公庙镇头在南京路广场演出 吸引大批民众到场为观 因疫情停办两年的台东元宵联合绕境 主办公庙台东天后宫 今年加码安排议政 联演大会 提供各镇头满满表现的大平台 也借此避免镇头街头演出 阻碍交通 延误绕境时间 其中来自台东市的 靖德曹飞阁 以阿美及北南族人为主要信徒 这次也特别搬出摇池金墓的护驾阵型 花篮镇 回北疫情阴霾 传统民俗活动再度回归 不仅信徒热闹迎接 也成功带动地方商机 原期新闻 中正台东市的采访报道